各位观众好,欢迎来到谈笑一声。 在全世界都忙着观察普京大帝时,泰国王室的甄嬛传又悄悄更新了。 有人发现,过往经历比甄嬛还抓马的施妮娜贵妃已经消失了整整三个月, 先不说王室成员例行出席的公开活动,即便在她生日当天也没有露面,王室官方更是没有任何表示。 这完全不符合施妮娜平日的作风,因为就在她彻底消失前不久,这位贵妃还非常高调地出席了各种公开场合。 不仅如此,泰王马哈对她的宠爱也是有目共睹。 自从施妮娜出遇妇宠之后,马哈不仅会优先带着施妮娜出门营业, 还会特地和对方穿上情侣装,甚至允许施妮娜紧跟在自己身后。 将地位高出贵妃一大劫的苏提达王后,以及帕长公主远远抛诸脑后。 就算施妮娜被王后公开修修照,让整个王室蒙修,泰王也拒绝因此处理她。 马哈的种种操作就差直接告诉全世界,施妮娜是她最心爱的女人。 正因如此,那时泰国上下都在议论,现在的施妮娜就是回宫后的萱萱, 虽然身份地位仍不如苏提达,但泰王对她无尽的宠爱也足以让施妮娜享受到堪比王后的待遇。 后来,甚至还有知情人表示,苏提达的王后之位即将不保, 因为泰王打算在施妮娜生日当天将王后宝座送给她当生日礼物。 然而没过去多久,别说美滋滋地当上王后,施妮娜都不被允许出现在公众视野。 并且,随着施妮娜消失得越久,也有人不少人开始猜测, 难道施贵妃又因为寄予王后宝座被下大狱了吗? 那么,如今的施妮娜还活着吗? 只是大家还没来得及找到答案, 苏提达王妃再度登场,让这出宫斗大戏的抓马指数又一次攀上高峰。 2021年,偏要把脑子不正常的儿子推上王位的施妮级太后, 终于做了此生最正确的决定。 脑子和正常人不大一样, 但依旧不妨碍她风流的泰王马哈, 年近七十还在想着娶新老婆。 所以为了让过去世离开王后宝座, 她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 早前,为了娶女明星, 她把位高权重的王后表妹告上法庭, 最终还气得对方患上重病。 后来的泰王又迷上了泰舞女, 她又开始栽赃女明星老婆, 偷盗王室财产, 外加和一名将军关系匪浅, 最后还下令终生禁止女明星入境泰国。 只是舞女希拉米也没能陪泰王玩多久, 因为她穷惯了的父母已全摸私, 赚取大量不易之财。 最终,不仅把自己搭了进去, 还连累女儿被赶出王室, 并在惨遭强行剃发后官进了庙里。 直到2021年, 泰国王室风云莫测, 一心惑的施力及太后, 看着王后苏提达势力日渐壮大, 为了避免出现外妻当权, 她当即就叫嚣着释放希拉米。 只是王后当得好好的苏提达, 又怎会轻易答应? 于是,她也向太后提出了自己的交换条件, 及八十好几的施力级能够放全。 其实,除去苏提达以外, 希望太后回家安心养老的, 还有广大群众, 一是因为老太太年事已高, 实在没有经历料理好王宫的大小食物。 二则在于太后一直无条件宠爱太王马哈, 即便这个儿子大脑有问题, 她都不愿让口碑好, 能力强的施林通公主成为女王, 所以泰国王室才会发展到如今的荒唐模样。 或许是苏提达的暗中发力? 外加民众的舆论压力, 施力及太后最终只得把权力让给儿媳苏提达, 但她也没有忘记释放希拉米。 让其全心全意照顾王室接班人中唯一的男孩, 提帮公王子, 因为希拉米是王子的生母, 他再怎么不管不顾, 也不会害自己的宝贝儿子。 别看这个男孩的牙缝宽到打车, 至少得花二十, 但他可是泰国王室唯一的王子。 而这也意味着, 如果泰王拒绝修改王位继承法, 继续沿用只承认男性继承人的身份地位, 那么这个名叫提帮公的大聪明, 将会成为下一任泰王。 但面对看似顺理成章的一切, 不管是以苏提达王后为首的王室成员也好, 还是关注王室的泰国民众也罢, 他们都不想看到提帮公被册封为储君。 对于苏提达王后来说, 他不愿看到前王后的孩子成为国王, 因为提帮公很有可能立亲妈希拉米当太后, 所以苏提达始终支持帕掌公主当女王。 对于泰国民众来说, 是因为他们不想再来一个离谱国王。 早在泰王马哈继位以前, 上一任国王就曾因传位于谁而犹豫不决, 那时能力更出彩的是施林通公主, 同时也深受国民爱戴。 但由于她是女儿身, 外加施力急, 太后说什么都不愿意女人当国王, 所以这个王位才落到了马哈头上。 如今历史再次上演, 帕掌公主的母亲不仅出身显赫, 她自己学历高能力也强, 早年还曾在纽约的法院工作过。 反观吴女王后生下的提帮公, 她不仅对读书仪撬不通, 还多次在王室的公开场合闹笑话。 其中包括但不现于突然大叫 并抱着公主姐姐转圈圈, 以及在严肃的授奖仪式中 弄丢国王亲爹刚赐下的宝贝。 外加吴是王公迷, 多次大摇大摆地走在国王爸爸的前面, 仿佛他才是这个国家的大boss。 不知是不是大聪明之间的惺惺相惜, 马哈看着这个比自己更不清白的儿子, 有的不是嫌弃, 而是疼惜, 所以当有人提出改立女王时, 他都全当听不见。 可惜了什么都会的帕公主, 在父亲眼中还比不过一个大脑欠发达的儿子。 最让群众们担心的是, 泰国44岁长公主帕查拉吉蒂亚帕 14日训狗时突然心脏病发, 失去意识。 她是泰王瓦吉拉龙公与原配唯一的女儿, 曾担任过泰国驻奥地利大使。 她具有继承王位的资格, 被外界判定将会成为未来的泰国女王。 泰王至今未立王储, 她重病的消息也牵动泰国王室的继承与掌权问题。 怕公主失去意识后被送往附近一家医院, 接着被用直升机再往曼谷朱拉龙公医院接受治疗。 泰国全国僧侣领导人已下令全国僧侣一天两次为长公主祈福, 泰王瓦吉拉龙公也已搭击前往探视。 长期关注泰国王室动态的英国记者指出, 泰国长公主因为心脏病而倒下, 目前状况不太乐观, 目前只能靠体外魔肺养和维持生命。 报道称,大公主的异母弟弟提邦公王子正从德国返回泰国, 泰王妹妹朱拉龙公主正在从日本赶回国。 12月16日一早, 泰国总理、监国防部长、巴玉上将、 救协夫人纳拉龙以及泰国内阁高官前往曼谷朱拉龙公纪念医院 为长公主签字祝福, 祈愿公主康健。 大公主帕差拉吉蒂亚帕士泰王与袁佩颂沙瓦丽唯一的孩子。 她是泰国王室最受宠爱的公主, 也是前泰王普密鹏国王最喜欢的孙女, 从小备受宠爱。 帕差拉吉蒂亚帕公主从美国康乃尔大学取得法学硕士和博士, 毕业后曾当过一段时间曼谷首席检察官, 还曾于2012年至2014年任泰国驻奥地利大使。 她还曾担任过联合国毒品犯罪办公室的东南亚亲善大使。 2021年2月, 她被任命为泰国皇家陆军皇家卫队安全司令部参谋长上将军衔。 帕差拉吉蒂亚帕公主的王室公务学习, 则是由王室委托施林通公主来教育。 施林通公主是泰王的妹妹, 也是泰国最受欢迎的泰国皇室成员, 深受泰国人的喜爱。 在她的教导下, 帕差拉吉蒂亚帕公主在公务上的才能也逐渐显露了出来, 干练稳重的形象, 深受民众好评。 44岁的帕差拉吉蒂亚帕公主跟泰王的第四任妻子苏提达同龄, 但她至今未婚。 据称, 她的第一位男友因为来自于平民家庭, 在遭到王室的强烈反对后无疾而终。 她后来又是着与检察官同事交往, 现在交往的男友是皇家部队的一名上校。 报道称, 帕差拉吉蒂亚帕公主比较出名的花边新闻就是她曾追星林志颖, 她曾邀请林志颖到皇宫表演, 还曾对林志颖表示爱慕之意, 而林志颖则单西夏贵线上十张专辑回报。 大公主帕差拉吉蒂亚帕的母亲虽然跟国王瓦吉拉龙宫离婚, 但因为有强大的娘家玉坤家族支持, 她依旧保留王室成员的头衔, 且能住在皇宫养老, 但她再也没有结婚, 因生病靠轮椅待步。 不过离婚多年的她, 在泰国的声望还很高, 很多民众至今仍只认这位王妃。 帕差拉吉蒂亚帕公主是泰王瓦吉拉龙宫三个拥有正式头衔的孩子之一, 也是最能干的一个。 在泰国民众眼中, 这位大公主干练又稳重, 也从来没有绯闻缠身, 与她父亲简直就是云泥之别, 而帕差拉吉蒂亚帕背后又有母亲所在的玉坤家族支持, 民众对她继承王位很是期待。 玉坤家族是泰国四大家族之一, 起源于泰国王室, 属于曼谷王朝的外戚集团, 在泰国依旧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中的代表就有王太后施利吉, 大王妃宋沙瓦丽, 以及大公主帕差拉吉蒂亚帕等。 该家族的大多数人, 担任内阁和军事要职, 掌握经济, 政治和外交大权。 不过, 泰国王位优先传给男性继承人, 因此帕差拉吉蒂亚帕公主并不是王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但在泰王为一拥有王子头衔的儿子提帮功患有自闭症的情况下, 帕差拉吉蒂亚帕公主被外界认为很可能登上王位, 成为泰国首位女王。 她是处事能力较强的王室成员, 在王室核心圈声誉卓著, 是外界公认最适合继位的人选。 即使提帮功王子最后继位, 她也很有可能会当上摄政女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这期故事打动了您, 欢迎按赞并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